很多人都說你們沒錢 入不敷出還要照顧喊病 醫療費還要燒錢的小孩 念音樂班或者學習音樂 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應該要實際一點 沒錯 我也知道大家說的都有道理 但是光學情是不夠的 誰規定學習音樂有先決的條件 我仍然力排眾議堅持 且繼續支持兒子學下去 上課的學費 我和先生省下來吃飯的錢 總給孩子學習用的 等一下 我太誇張 哈囉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是姜老師 我是姜老師 大家看到這台鋼琴有沒有很眼熟 沒錯 超久不見了 這就是我自己原本的那一台平台鋼琴 其實當時在50萬訂閱的時候 我有發了一個真稿的訊息就是 請大家寫一個文章 然後告訴我說為什麼你需要一台鋼琴 當時收到了接近 可能有一百多個信件 然後我們從中裡面選出來這一個朋友 然後我們今天就要把這台鋼琴 搬到他家去了 雖然他不是一個狀況非常好 他已經是鋼琴老爺爺 但我希望他可以繼續延續下去 然後能夠找到愛他的人 那我們現在先來唸一下 當初這個網友他真稿的時候寫的那一封信吧 為什麼我需要一台鋼琴 因為我兒子的音樂夢 我們的家庭是低手入戶 先生做工而我照顧喊病的小兒子無法工作 之前還能打工 但因為小兒子的病況 目前全心在家照顧他 我有兩個可愛的兒子剛好都非常喜歡音樂 對 老大今年六歲學習鋼琴將近一年 還有一個四歲多喊病的弟弟 老大學習鋼琴音樂半年的時候 告訴媽媽說他想考音樂班 但是在我們家的家庭環境之下 父母我們的能力範圍之內 也竭盡全力支持他勇敢追夢 很多人都說你們沒錢入部付出 還要照顧喊病 醫療費還要燒錢的小孩 念音樂班或者學習音樂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應該要實際一點 沒錯 我也知道大家說的都有道理 但是光學琴是不夠的 誰規定學習音樂有先決的條件 我仍然力排眾議堅持 且繼續支持兒子學下去 上課的學費我和先生省下來吃飯的錢 總給孩子學習用的 等一下 我太誇張 嗯 別擔心我們沒有餓到孩子的任何一餐 他和很多孩子一樣有戀琴排斥症 偶爾會發發小脾氣 但是我的堅持和他不服輸的個性 仍然會努力的去練習做到他自己的最好的樣子 坦白說也不是一個非常有音樂天賦的孩子 彈的也不出眾甚至有點差 但是既然他喜歡而且願意學習 我認為那才是最難能可貴的 我們怎麼能剝奪他的機會和興趣 更何況是在我們知道他想學琴的狀況下 這是我偷搞的理由 縱使我們家的環境並不好 縱使老師說他考不上音樂班 縱使孩子說沒有錢他不想學了 縱使孩子說沒有錢他不想學了 縱使也曾經想過就算了吧 但是天下父母心每當播放 這樣老師的演奏 或將關了影片給孩子欣賞 孩子讚嘆的話語 模仿大師們在舞台上的風采 和閃閃發光的小眼神是騙不了人的 孩子的夢 我想是所有父母最不願意去殘忍要他放棄的 無論最終結果如何 必須謝謝張老師提供這麼棒的 讓眾多殭屍圓夢的機會 也祝福全天下的孩子們 不要放棄追尋夢想 再差的環境仍然要堅持 可以讓自己人生感到微小幸福的那道光芒 總有一天有機會會發光發熱 也謝謝我的孩子勇於開口要求學習 並追逐夢想 因為我自己有兩個小孩 然後我覺得媽媽都能夠理解 幫孩子圓夢的那種心情 並且是因為弟弟反覆地 在很多的開刀以及很多治療當中 其實他曾經有跟他媽媽說過 他不想要再治療 他想要去當小天使 那我覺得在一個五歲的小孩的 口中說出這樣的話 就是當時我和那媽媽是一邊流淚 一邊分享這些事情 我希望這個鋼琴 能夠帶給他們某部分心理的一些 希望跟 我想實現的感覺 那 大快 搬琴公司就要來了 那我們現在 就先跟這個老爺爺告別吧 好… 在這個老爺爺 你真心臓 就是 我 從 在這兒 那 不是 我 不是 從 我們現在已經到他家了 他特別 準備一個黑板 這誰畫的 我畫的 你這麼厲害 你這麼會畫畫 沒有沒有很會畫 我一直去很畫 他準備的櫻桃跟桃圍 欸老師這東西 這是要給你的 你要給我 我之前有做過一陣子生意 我不知道你會不會喜歡 可是我想說 我覺得很漂亮 真的嗎 他們一定一看就知道 這是我平常很需要的東西 這完全就是我的風格 真的嗎 對真的真的 喔好可愛喔 你馬上就帶了 漂亮吧 因為這個剛好跟我今天穿的很搭 那等一下鋼琴我們剛剛判斷了一下 我們應該還是用我公版的方式 進來在這裡 在這邊彈 然後你的鋼琴這樣打開 然後這邊就可以做一些關注 所以以後彈琴之後大家就想去關注 不要嗎 好 拒絕 那我們等一下要挑一首曲 是你覺得 你覺得你喜歡的 將來我再幫你一起伴奏看看好不好 好喔 那選一下 你選一下 那你喜歡哪一首 這首嗎 這是快樂送欸 你知道嗎 這個對不對 這首很棒 那我們來一起彈這首 今天的主題 又會很快樂得到你的鋼琴 對吧 吃吧 有沒有很開心 你有期待這個鋼琴喔 有沒有 好吧 那是我一向敬願 你有沒有期待這個鋼琴很久 有嗎 有多點 謝謝 有啊 我們已經找老闆搬琴搬了四次了 恩次了 恩次了 他每次看我都怎麼又是你 我才會看你我會哭 我才會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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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有寫 你怎麼可能 怎麼可能 我可能那是寫好可愛吧 我會哭 不會 我哭哭 我哭哭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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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你有沒有過這種緣分嗎 我沒有過這種緣分 不可能對不對 只有我了吧 我就說喜歡你這邊 對不對 你一摸眼一點 會不會太風趣了 老闆太幽默了 大家一定想要留老闆的電話號 我全部都去騷擾看 叫他翻 在一個活動你是 第一天還是第二天寫信 你是不是很早就知道 我好像一開始就有看 因為我都會 關注老師的影片 哈哈 你從哪一支入坑的 很久 我很前面就開始看了 只是 我印象中 我是到 中後段的時間 我才 真正把那個 信寄出來 對把信寫 沒有給老師的 反對 可是其實你知道 那時候我一看就 就決定 應該是你 就是當然你的後面 又還是有很多信 所以我們都會自己 心裡想說 又拿幾個比較 印象深刻的故事這樣 因為對我來講 我自己的期望是 因為這個琴是我 從國小六年級 到現在 然後 它不是很名貴的琴 但我只是希望說 可以讓這個琴 繼續給 賦予他意義 對 對老師是有意義的東西 對 我覺得是給下一個 想要學情的人 然後 就覺得這樣子很開心 因為我們家的一些 比較特殊的狀況 然後 他弟弟生病 其實我們在很多方面 好像不應該繼續學習 這麼 應該是說要花時間 或者 花錢 花費比較 對 花費比較高的才藝 但是哥哥自己是很想學 對 他跟我說他想學 然後當然我們讓他學習 我們也 收到很多反對的聲浪 不管是來自家人的 或者是說 可能 會覺得說 欸 你們現在就是 關個 醫療的費用啊 還是什麼的 為什麼還要就是 做這件事情 可是我覺得 兩個是 個別的神明個體 我不能顧了一個 然後 好像 遺忘了另外一個 他的需求 對 當哥哥跟我說他想的時候 然後 那我跟先生討論 那我覺得 當然我們還是會考量很多嘛 那但是後來我們還是決定說 這件事情 在我們的能力範圍內 我們讓他去做 對 我真的覺得這是 每個當父母對小孩子的那個幫 是 也許我們能力不是最好最優秀 可是我在我能力範圍內 我盡量 我做得到 我相信很多父母的事會願意 那接下來 這台鋼琴就交給你囉 可以嗎 我覺得你可以幫他取一個名字 然後每天呢 就定時 晚上 七點半的時候 可能太晚 看你什麼時候跟他見個面 稍微彈一下這樣 好嗎 那老師今天要準備一首曲子 想要送給你可以嗎 你願意就是當我的觀眾 聽我彈一下鋼琴嗎 今天再來之前我就有在思考說 要彈一首曲子 然後送給你們 然後這首曲子是我自己非常喜歡的一首曲子 它原本是一首日文歌曲 它叫做花兒正開 象徵的就是說 很多不好的東西都會過去 然後未來 就是花兒會繼續開這樣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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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